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 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他就是经常会教我英文 因为我只要跟他说话 他都会教我 那比如说他教我今天的是cranky 就是他跟我说就是他今天非常的疲惫 然后呢觉得有点 就今天呢 他说他走了八英里还不是七英里路 然后还要工作 然后还要健身 他觉得非常累 然后他有点cranky cranky就是心情不太好 有点那种 对啊 就那种 可是他真的脾气非常好 然后他你就你就想一想 当你听到一个表现脾气都非常好的人跟你说 我今天好累 我脾气一点也不好 我是惊讶的 因为如果照那个标准来衡量的话 那我们每天都是cranky 那我们每天精神都不 每天都是生气不高兴 所以你就看出来 就是有些人的要求就是高的 人家平常就是脾气很好 所以 偶尔都是 已经很累了 然后有一点脾气不好 你都不觉得那是脾气不好 然后人家会说你还有一点cranky 所以要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不能小瞧了别人 不能说有一个人说我脾气不好 有一个人说我好吃懒做 你就真的觉得人家就是不学习 不做事 不是那样的 大家的要求不一样 你不能够因为他自己揭发了自己什么 就小瞧他 相反我们要敬佩这样的人 他有约说出自己不足的地方 这样是非常好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瞧不起 对吧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的朋友就是 他有的时候会跟我说就是 没有好好的学习呀生活啊这样 可实际上呢 实际上 实际上人家是博士生 人家刚刚博士达变成功了 就是可以毕业 所以大家要求真的不一样 我还有个朋友 他说他的当时他的男朋友是 那个时候的他那个男朋友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然后呢 一天24个小时 说明就是这个人在睡觉上 可能6个小时 然后一天的吃饭休息两个小时 就是很努力的人 就是你要是问他 你努不努力 他可能会跟你说 我一点也不努力 这是事实 大家的要求不一样 不是谦虚 是真的是事实 所以我们万万不能够因为 一个人说他哪里哪里不好 怎么怎么样错 而去小瞧他 我们不能够拿自己的低标准 或者是高标准之卡量别人 那样的话 即使是佛在也会 我不知道但是会摇头吧 加油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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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